今天開場先來考大家一個冷知識 你們知道台股上市位公司總共有幾家嗎? 這個答案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根據2020年9月的統計數據顯示 台灣的上市位公司有1724家 客戶的那些產品或服務 會出現在生活周遭的公司 而那些產品出現在新聞媒體上的熟面孔 應該不過一、兩百家 剩下的大約還有一千多間 我們完全不熟的公司果料 在市場上進行交易 在這麼多的股票當中 會有某些經營狀況良好 但是卻被市場忘記的冷門邊緣股 在目前流行的幾種選股方法當中 有些人是偏好透過分析股價和 交易量變化的技術分析派 有些則是會觀察法輪動向的籌碼分析派 另外也有些人則是喜歡透過財務指標來篩券談判 這些方法並沒有奶的比較厲害或是比較好抓 但前兩種方法的確比較容易 忽悅大部分的冷門肌肉股 首先技術分析方面 因為冷門股缺乏市場關注的關係 所以在交易量和價格波動不明顯的情況下 自然也就比較難吸引以技術分析來選擇的投資者 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冷門股都是小公司 或是過去一段時間一運上沒有什麼太大突破的公司 這類型的公司大部分時候也都不會是法人的大型研究機構的菜 自然也就不會持有太多的股份 所以說可憐的人民股也容易被籌碼分析派的投資者忽視 至於那些喜歡用財務指標來挑選股票的基本面分析派投資者 相對來說是比較有可能篩選出冷門肌肉股的一群人 不過即使成功挑出財務體質還不錯的冷門股 那接下來針對該公司業務方面的研究才是痛苦難思 怎麼說呢? 基本上冷門股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公司相關資訊的機會 通常不會太多 公司方面也不會特別花很多資源去經營和投資者的關係 所以想要了解公司的產品業務到底做得如何? 恐怕只剩財報的資訊可用 即使最後基本面投資者看完財報之後 覺得這間公司的確可能是被市場低估的冷門肌肉股 而且認為股價有成長空間 但最後還是可能因為股票交易流動性太低 就算買進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等到股價成長 而在最後一刻選擇放棄投資 由此可見 無論是原本表現就不差的公司 又或是經過不斷努力 進而改善經營狀況的公司 只要股票交易量下來 沒有話題或關注 往往都會變得難以被市場看到 進而變成股票的邊緣人 如果之中有不錯的成長股 或是高值利率股票 沒被看見都是一件相當可惜的事情 其中一個解決方式是 需要有人願意推這些冷門肌肉股一把 主動帶起這些冷門肌肉股的交易量 讓他們獲得市場的目光 並且之中有值得持有的好特質 就會逐漸帶來價格 讓市場上的散戶及法人們 會更有動力去進行研究和交易 這麼做呢 除了可以幫助那些股價被低伏的優質冷門股外 也可以提供股票投資者更多良好的投資機會 某些方面是一舉兩度 那麼會是誰來負責主動帶起交易量的工作呢? 其實過去這種造勢的工作 都是由券商來執行 那你替冷門股造勢就另當別問了 因為冷門股的造勢難度相對更高 券商買進股票後要是遲遲未能成交 對於券商來說便是一向不可忽略的風險 因此過去很少有券商願意主動去執行這樣的股測試 最近有新聞說 證交所要針對冷門股股股股的股票造勢相關規定 已經正式排版定案 接著確定將在明年6月底上路 到時候會提供相關優惠給 願意替冷門股股股造勢的券商 證交所的方式是建立一個冷門股股股造勢候選清單 入選必須符合在經營層面也有良好表現的條件才行 這個規則會自動過激到一些經營績效不佳的公司 在選鼓的時候可以省時省力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帶來一波風場和話題呢 說到這 會有人已經開始摩拳擦掌準備提前做功課 以便到時可以搶佔先機算先技場了嗎? 不過也不用急啦 因為證交所預計要到2021年3月底才會正式公佈造勢名單 大家可以趁這個時候好好練功 磨練自己在試乘性裡面的調適 或者更深入的選鼓分析 你覺得這個正式好嗎? 或者有什麼更值得改進的地方呢? 留言討論看看吧! 那我們這禮拜就先這樣囉 無感知識庫 下週見 歡迎 請 請 香港